很多的粉丝说呢 开开心心现在终于上学了 我可以自己去找一份工作了 是真的能够这样子吗 其实真不是我自己偷懒 是真的有很多的事情 我没有办法去克服 昨天呢我突然接到了 学校打来的电话 说是开开有点咳嗽 然后还流鼻涕 让我把她接回来 因为大家知道 现在美国这个疫情的情况嘛 所以呢小孩只要有咳嗽呢 就会让我把她接回家 待晚48个小时之后 才能送去学校 其实开开呢 她确实只是季节性的过敏 也没有发烧任何的其他症状 也没有什么身体不适的 就是有一些过敏 或者是到了这个季节 可能呛一点风啊 就会咳嗽 但是不是说从早咳到晚 可能就只有那两分钟 咳得比较厉害一点 不过呢老师她既然打电话了 我们是要守规矩的 所以呢我昨天还是把她接回来了 就留心心一个人在学校 开开咳嗽了是吧 所以就打电话叫妈咪来见你了 你不知道啊 那你知道妈咪的名字吗 咪咪哦 不是妈咪的名字不叫咪咪 妈咪回去教你啊 走吧 妈咪 不是妈咪回去告诉你 妈咪有名字的 妈咪不叫妈咪啊 妈咪的名字不叫妈咪 OK 因为你咳嗽 所以我们要回家了 但是一会儿 星星要一个人做school bus 是吗 没关系的 妈咪已经跟星星的老师说了 让星星不要担心开开 星星很快就回家了啊 带一个孩子真的要比带两个孩子 轻松太多了 虽然开开跟星星不在一个教室上课 但是会有其他的小朋友嘛 但是回来了之后呢 发现这个家里少了星星呢 就会特别的奇怪 他们昨天下午也就分开了两个小时而已 开开你说星星要是今天在车上看不到你 她会难过吗 会不会哭啊 嗯 yes 开开在等星星 接星星了开开 星星来了 星星你有没有想开开 你生气了 生开开的气了 对 昨天接到星星了 开开特别特别的开心 在家里面单独待的那两个小时 就是隔十分钟问我一次 星星什么时候回来 星星会不会哭 她在校车上没有开开 她会不会想我 因为开开呢 要在家待够四十八个小时 所以今天去上学呢 也是星星一个人去坐校车去 所以开开也是很舍不得 其实我特别有油果 对好了把油果放进去 然后把饼干也放进去 真贴心 星星你要说谢谢开开呀 走了我们去送星星上学 开好了没车再过马路 强制把星星的头 拜过去拜过来 今天叫我了 把衣服穿起来 开开你今天去不了学校了 你会难过吗 好舍不得 星星你在学校今天少跑跑 你一跑你就会咳嗽 你一咳嗽了 老师也要把你送回家 知道吗 你喜不喜欢上学呀 那你就不要咳嗽 你少跑一跑 校车来了 开开在旁边看着呢 开开好伤心 有没有 没事你过两天好了 我们也去学校 哎呦 咳嗽 我们要把桌子的桌子 像是Cinderella 咳嗽 对 我们要洗净 窗子 和饭 来吧 我们要去洗澡 哈哈哈哈 星星坐在那里 一个人坐 在昏述 好 我们怎么开始 空气 我感觉那是很恐怖 就在把欣欣送走两个小时之后呢 Lansy给我打电话了 她说学校有water problem 现在孩子呢都要回来 坐校车回来 哎呀 我觉得应该是积水吧 因为昨天晚上刚刚下过雨嘛 看看妈咪跟你讲一个好消息 That's me now 欣欣马上就回来了 Yay 那么开心吗 昨天下大雨了 所以学校有积水 是Lansy告诉妈咪的 昨天下雨 所以我妈一起床就来看她后院的菜了 我们来看一下 哇 妹妹那条雨水 嗯 挺好 没事 下得没有那么大 昨天的雨 我们去看看欣欣回来了没有 刚去学校两个小时 So what is the problem at school Cleaming no water Oh no water No blushing toilet Oh I thought it's flooding No no blushing toilet Ok 看看欣欣到了 刚走两个小时 欣欣回来了 Oh my god 所有的家长都在抱怨 等 Connor Lucas他们在外面玩的时候 我们再出来找他们 但如果他们在家里 我们就不去人家家里玩了 Ok 这两孩子闲不住 布置点任务给他们 看着中文的动画片 让他们在这里播花生 生的花生 正好妈妈要用给妈妈播出来 哎 真棒真棒 播了好多了呢 找点事情给你们做 哎 一敲就破了 对吧 小心别敲到手了 学校呢是每天早上八点钟的校车来接 下午是四点钟送回来 中间的是有八个小时的时间的 就会有很多网友就会说 你要不去找一份兼职的工作做 在美国找兼职也是很容易的嘛 但是在美国找工作呢 是很容易 不过呢 这个学校的情况也是经常状况百出 就像昨天开开咳嗽了 老师要我去接 他就不会把孩子再送回教室了 那要不就是我 要不就是开心爸爸 就会就需要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 去把孩子接回来 因为当时老师是把他放在那个校医室的 或者就像今天的这种突发状况 学校停水了 也要去把孩子送回来 那家里必须是有人在的 那我的婆婆呢 毕竟年纪也大了 跟开开心心也没有那么好的去沟通的来 所以我并不想刻意的去麻烦我的婆婆 我的天哪 玩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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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不了冲一冲 大不了给你们冲一冲 好吧玩吧玩吧玩吧 有车来你们一定要记得回来哦 还记得不知道把鞋子脱边上 哎呦谢谢你们了 在美国呢会有很多很多的妈妈们 都是在家里边的 即使孩子去上学了 也会有很多的妈妈们是不出去工作的 当然了 也会有很多妈妈是在家工作的 尤其是像现在疫情的情况下 越来越多在家的工作岗位 也已经成为了常态 那我现在呢拍视频呢 也是会有一些收入的 也相当于是我做的一个兼职吧 按照目前的状况来说呢 我觉得现在在家里边 拍拍视频做做兼职 就是挺好的一个状态了 第一个因为现在的疫情嘛 少出去会比较好一些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家里也有个老人需要我照顾 婆婆有时候上下楼梯都不太方便呢 更何况是他还要弄这个弄那个种菜啊 有些要找什么工具啊 而且我在家看着我也比较放心一点 那也能照顾到开开心心 在学校可以及时处理的一些特殊情况 那也有很多的妈妈们会在孩子 过了12周岁以后出去找工作 那这个原因呢 也就是因为12周岁以下 单独待在家里的孩子 这是不合规的 这是违法的一种行为在美国 所以呢 我确实是见到过很多妈妈 在最大的孩子过完12周岁生日之后 就会出去找工作 因为你孩子如果说在家里面 校车点没有及时接送到的话 这种事情是要反映给学校的 就是会有麻烦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对我说的 或者有更好的意见的 可以在视频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